高老师在德云社不容易 我们说德云社的总教席就是高老师 是 你们别照相啊 你们还不照相吗 这些年来替我们受了不少的罪 应该不出来 就是我们忙了什么的 所有孩子们教学工作全是他 近三四年来德云社的教学工作 是高老师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高老师反正哪都好 但是最近议委会 写天税先生 李文山先生 我们开会的时候 对高老师的专业没问题 唯独在他对方言的方面有点异议 哪方面呢 对 说过这事 那天说了吧 高老师 方言 方言 行您等一会吧 那那几位不了解我 要学方言 您说是天津话 北京话 山东话 山西话 河南话 河北话 蒙古话 西藏话 全行啊 全行 他们不了解我 你看 撑你这身医生也不了解你 别老骑着医生 因为专业对你来说并不重要 你现在不是走这花花公子路线了吗 花花公子就穿这呗 不像话 你要这样的话 今天现场我跟千尔哥我们考考你吧 方言好极了 你要说的差不多 今天现场我们就批准了 您这翻身一番去 各位可都作证啊 可不可以啊 我们评级 您说了把这算 好吗 那就行了 我们设计一个特定的场景 行 好吗 就方言嘛 你是一个硕士生 研究生 硕士 硕士研究生 用学校刚刚拿完了硕士证书回来 有了文凭了 穿着硕士服回来 这人给照相吗 这 就是照相的人太多给撕了 您就说我有学问 回家的路上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情 门口有个树 树上站着一只鸡 树上可不是蘑菇上站着 打蘑菇上下来的 跑树上去了 而且这只鸡个子不大 也没有翅膀 也没有毛 这属于小厨鸡 有人管这叫小油鸡 小油鸡这怎么能上去呢 不行您等会吧 您说这话本来就不合理 这是一个特定的情景 那也不行 这鸡怎么能上树呢 这有题目吗 所以说 这个人很纳闷 硕士回家之后 问他的父亲们 还有父亲们 他家里两个父亲 怎么两个父亲呢 一个是他父亲 一个是他亲爹 那那父亲不是亲爹 父亲是养父 养父 因为亲爹呢 把他生下之后呢 就交给邻居代管 过去给他 后来长大了 这个俩父亲都在跟前 一个是爹 一个是亲爹 那都得孝顺 他进来之后 用方言来询问父亲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给他一解释 就这么简单一清醒 这我要说好了 那评级可由我 好几千人都作证 那行了 尊优你好 那那那行了 但是好几千人作证 您也得说好了 那您没问题 您放心 谈这业务没问题 那个咱们是这样 怎么样 余老师是你的父亲 嗯 你看 哎呀 我凭什么站着不走 没什么词 这坏人在这 这看着可眼生啊 余老师您多委屈了 还委屈 应该的 应该的 占大便宜了你 我告诉你 应该的 他演你的养父 我演你的亲爹 好吗 哎好 您才是真正的委屈 谈不到 都是为了工作 行了 还唱高调的 您还叫模式相亲的吗 您 你随你养父 你从这边回来 我们两个在家里边 从这边来 正研究呢 啊 行 研究呢 行 我这里来了 你看大 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回来了 嗯 你说这个节目有意思吗 太好了 好吧 好吧 闲着也闲着 就是 爹啊 哎 我先来了啊 没事 这都一样 谁先来都一样 爹啊 哎 没你呢 咱们开始 咱不来了 不胡闹了 别人想来 我都学着 哎 今天啊 哎 你看看那个小姐 怎么能够上了诗了呢 哎 你听着吧 哎 学不好 这个桃叶剑 这个柳叶晃 小小的 有机 有木刺帮 有木毛 飞到树上 这个取协量 若文 这个有机 怎么上低树 我今儿啊 哎 你前天啊 你是他娘的傻小子 走吧 那是我报上去的 啊